第三百六十集 点心和茶端了上来 不自由边吃边说道 你这里弄得不错呀 继续下去 等你大成七的时候 这里的地盘可能要比薛元室的还大了 大成七的只有太后眼前辈在 而且他还时常会卒中 或是出去百百年才回来 要是有大成七的前辈过来住的话 那就更好了 金飞瑶一点也不满足 因为他自己啊 现在还得出去猎杀魔兽补贴修炼 他所有的财产都弄在了剑天城之中 如果不想让福西祖把这里吞了 就得有其他的大成修士入住才行 虽然有和布瑶提过这事 明明就是白白赚零食占便宜的好事 他却一脸的犹豫 唯一的原因就是觉得 如果同意的话就会被受制住 剑天城有麻烦 他就得出面 对于布瑶这种自由自在 什么牵挂也没有的自私鬼 自然就在这个便宜面前缩手缩脚的 可这去什么地方找可信呢 又愿意住在这小小的剑天城的大省修士 却是个难题 不自由伸头往外面看了看 回过头来问道 你这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供一名大圣旗的修士居住啊 最少也得向太浩岩住到这么大的地方才行啊 不然谁会来 而且太浩岩不是单个修士 他的后面还有人数众多的福西组 光是大圣旗的修士就不止三人 这么说 不遥不肯爽快的答应 根本就不是因为什么自由的问题 其实是怕太好演吧 怪不得孟云陛下也是如此 有想插手的意思啊 这又不完全的插手 这是老头子 一个比一个奸掌 合着就是我这种实诚的人 最容易被欺负了 金飞瑶夹起了个包子 愤愤地扔在了嘴中 恶狠狠地使劲地嚼了嚼 这是人之常情嘛 你也不用太气了 不自由把烟盖拿了出来 从神奇界带来的烟丝早就抽光了 他找了胖子 把剩下的那点烟丝给他吃掉 请胖子帮忙找出了相似的植物出来 才弄成了杜天界的烟丝 那草长在了裂缝之中 长得极度的慢 成了大叶子之后 还要自己去晒了加工 如果不是这个爱好已经太久 和金飞瑶吃东西一样 他都麻烦地想戒烟了 金飞瑶挑眉看了他一眼 不要是你爹 所以你帮着他说话 要是当我是朋友 你就把他带来 和太后眼谈谈 往剑天城里面插一组 你饶了我吧 我连他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到哪里去给你寻人啊 你还说想想其他的人吧 光靠现在这样的情况 任谁也不会来动剑天城 和太后眼闹不快的 不自由劝了劝他 还是保持现状最好 是啊太和平了 没人会下手 这个王爷八百年前走了之后 就一点动静也没有 他不是喜欢惹是身份 干嘛披静了这么多年 赶快搅起事起来啊 金飞瑶狠狠地喝下了一口茶 想起了把不摇折腾的 到处寻找他的王爷 不自由很鄙视地看了他一眼 你这是什么心态 想发战争财吗 有什么不行 反正有人的地方就有争端 平静个千把年的也差不多了 金飞瑶满不在乎的讲道 一点也没觉得自己的想法 有什么不好 两人闲聊了一会儿 不自由说发现了一处 树族的边缘 有不少的灵草 约他一起去踩 金飞瑶同意了 他现在没事就出去外面 猎杀魔兽 两个合体系的出去 要安全一些 不自由果真没有付零食就走了 吃的东西便寄在了金飞瑶的账上 这些东西成本都很低 金飞瑶天天来白吃 也不用花半块零食 根本无账可计 他坐在楼上就看到了 不自由摸进了一个小店之中 那是他和两名合体修士 一起租用的小店 弄来的东西 全交给里面的傀儡来卖 非常的方便 我也去查查账好了 不知道上次拿出来的金铜中神铁卖了没有 金飞瑶想了想 便打算到百物楼里面看一看 他偶尔会拿出点好东西来卖一些零食 或者是换成丹药 上次拿的便是一块金铜神铁 才走到了隔壁百物楼的门口 他便听到了里面传来了傀儡的声音 陛下请看 这一件金铜神铁 可是难得知我 下水慢了 可就没有了 里面没有人回话 随即便听到了那傀儡用金飞瑶的腔调说道 各下不要误会 这绝对不是牙齿印 这是天然形成的 保证没有口水在上面 就算是有 我们也早洗干净了 可那买东西的修饰 硬是没吭声 金飞瑶不由的想 不会是哑巴吧 怎么能让生意跑了 他决定自己亲自出马 就快步跑了过去 就见有名黑发修饰 站在了柜台前面 而代替自己卖东西的傀儡 正一板一眼的拿着块金铜神铁在介绍 那人却根本不为所动 一看那背景 金飞瑶的身形 便是来了个转弯 吃丢了一下 就冲出了门口 跑出去之后 他才反应了过来 自己这是要跑到什么地方去 想了想 他只能硬着头皮 走了进去 一脸惊讶的看着里面的男人说道 龙大人 你怎么跑到这边来了 名老来 不是应该先通知我 我好在门口去迎接你 龙大人 龙大人转过头来 看着这个眼熟的家伙 千年不见还是这副样子 不跑了 没啊 我没想跑啊 我只是看到你老来了 就到隔壁让人摆上一座 想请你喝杯茶 不过呢 龙大人一笑什么 想必没有这个空吧 哎呀 我应该先问你一声的 进去失礼了 金飞瑶呵呵的笑道 而这时傀儡站在旁边 很不堪情况的开口了 反正啊 他也看不来 只知道按照习惯来做事 只见他的口一开 流利的说道 老大 这个月卖掉了家具七件 材料五件 赚的零食有 闭嘴 金飞瑶美好脸的喝了一声 那傀儡马上就住了嘴 他搓搓手 又若无其事的笑道 每次看到龙大人呢 都让人惊喜啊 这已经是大成情了 哎呀 不愧是魔族第一天才 境界就是轻而易举的事啊 龙大人的眼睛眯了眯 余光扫了扫着百五楼 便开口说道 我还有事 茶不喝了 啊 金飞瑶简直快乐死了 杜天街真是个可爱的地方 遇到龙大人说两句话 竟然就要走了 他陪着笑 不敢说你留下来喝口茶 害怕他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就怕他不走 赶快在前面引着路 龙大人慢点 我送你到外面 你有事我就不留你了 明老慢慢走啊 以后有空的话来玩 没空就算了 还是办正事要紧呢 龙大人没说什么 只是抬头端详了一下这剑天城 然后就爽快的离开了剑天城 站在剑天城的边缘 看着瞬间就飞得没影的龙大人 金飞奥都怀疑自己刚才 是不是看到了幻象如此的容易 龙大人就走了 那他来这里干什么呀 进了剑天城 只是为了来卖垃圾的 这大城去不是有自己的小镇了 难道是生意太差了 堆下的东西太多 才跑到我这里来处理垃圾 反正也是啊 什么地方有我这里人多呀 岳阳的时候 几乎来了三四百名修士 怨到的不听了 虽然这样想 金飞奥还是使劲着掐了一下大腿 有痛感 应该没有中什么幻象 不过啊 有可能是那种有感知的幻象 所以才会痛 站在城边等了半天 也没发现有什么异样后 他才确定 刚才是真的遇到了龙大人 然后只说了几句话 他就马上离开了 长长的出了口气 金飞奥总算是放轻松了 看来龙大人是盲人 没空和自己打去 倒是不自由 都没来及出来见见舅舅 现在去和他说说 气死他 有一种叫乐极生悲 还有一种事叫做回家收拾行李 一个月后 金飞奥满脸僵硬地站在了自家院子里面 看着旁边跟着华婉斯 已经打开禁止走进来的龙大人 他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应付了 飞奥 龙大人决定办来见天成住 我们不是正好想找大成的修士 牵制太后眼吗 我便把事和龙大人说了 他看在我们以前的交情上 便同意了下来 只是现在暂时没什么好地方 我看你这里算大了 就先委屈一下 让龙大人住下 等补出更大的地盘出来 就重新给龙大人修洞府 华婉斯很淡定地看着金飞奥 一点也不在意他满脸的僵硬 龙大人看了看这院子 小得可怜 比他之前住的地方小了几十倍 感觉手都伸不开似的 完全无视了金飞奥 使劲扔过来的眼神 华婉斯笑道 龙大人 有什么事啊 您就吩咐 我们这里傀儡也有 人手也有 你要是有想放什么家具的 我们都可以帮忙的 不如先把房中的东西搬走 把地方给您让出来 哦 还有人伺候 龙大人慢慢地走了一圈 往院中那桌 开满了白花大树下面的 贵妇榻上一座 随口便说道 哼 把这小楼收了 换上我的 再把里面收拾一遍 不准用傀儡 说话之间 一物就落在了 华婉斯的手中 金飞奥一看 那是一件 精巧的玲珑塔 比自己现在住的 这便宜货大了五倍 楼层更高 样式更加的华丽 他心中不由得一紧 这东西一放上去 五亩还有空地啊 华婉斯扫了一眼 这玲珑塔 马上便讲道 龙大人 我把院子 再给您扩出去五母 旁边正好 有没租出去的地方 嗯 龙大人淡淡地 就应了一声 而华婉斯 把玲珑塔 往金飞奥的怀里面一塞 我去百味楼 给龙大人拿茶店 你赶快把院子 给收拾出来 旁边那两块地 也收入这里 又是姨母 够放这楼了 金飞奥抱着 玲珑塔 一直面无表情地 携瞅着华婉斯 见他没有反应 华婉斯便推了他 一下催促起来 你动作快点 我让胖子过来帮忙 话说完 他便一下跑掉了 华婉斯 他果真带了茶 和点心过来 而胖子也一点茫然地 被他带了过来 来到这里才明白 要干什么 他立马找到了 适合自己干的事情 拉了个椅子 往龙大人身边一坐 就开始聊了起来 说的不外乎就是 他们这几年是怎么过的 只怕龙大人无聊 专挑出丑的事情说 比如金飞奥 去外面一趟 把别人的房子 全部砍了之类的 金飞奥根本没清理 玲珑楼中的东西 只是把放在里面的 乾坤袋全部给收走 然后就把整状龙 给收了起来 空的位置是出来了 但是却还不够 那些种下的灵草和灵木 还得移开 旁边六亩地也要弄进去 中间种来做隔离的树木 得移开 他此时就在挖这些 自己亲手弄来的树木 每一株都是好东西 可不能弄死了 得小心一点 这时华婉斯也走了过来 帮他一起移灵草 金飞奥边挖灵草边问道 你从哪里遇到龙大人的 这么快就算计上他了 就在百味楼里面呢 华婉斯瞅了他一眼 继续低头干活 我一看到他在喝茶呀 对时就想到 大家交情不浅 所以就把那件事情 和他说了呀 他倒是爽快 随后就答应下来了 然后呢就去找太后眼了 我还以为说服太后眼 要花费点手脚 却不知人家早就在那 准备着茶等着了 太后眼不是说 眼算要花精力的 让他给我算个命也不愿意 干这种巧惹神神秘秘的事情 倒是很卖力 金飞奥一听 便不爽地翻了个白眼 福西族实在是太神秘了 那神术眼算 总让金飞奥手足无措 不知道要怎么应付 太后眼只要眼算一下 就知道了会发生什么事 就比如提前知道 龙大人会来 所以早早地准备好了茶 然后一身掀起地 坐在那里等着人过来 还没开口就一副 我什么事都知道的样子 于是金飞奥就趁着 一天看太后眼比较闲 想请他给自己算个命 看看什么时候 能飞升到天际界 却没想到太后眼 很不给面子地说 自己一天只眼算一次 今天的已经算过了 所以等到了第二天 他又去了 太后眼说的还是同样的话 每天都说自己在他来之前 已经算过一次了 所以不能再算了 去了五六十次后 金飞奥终于翻透了 反正太后眼是不是故意的 太后眼很诚实地对他说 自己头天就算出来了 他第二天要来找自己 所以时辰一闹 就先把明日的事给算了 当时金飞奥愣了半上 才明白过来 太后眼头天先演算了一次 发现自己第二天要来找他 所以第二天就把演算算掉 而算的则是第三天的事情 所以他都算了一回 只是为了不给自己算命罢了 而他看着满脸茫然的金飞奥 缓缓地说了句 若要飞升 自会飞升 若不能飞 自不能飞 对于这种看起来满是玄机 其实只是用来让别人听不懂 好显示自己有水平的话 金飞奥从来都是讨厌的 现在听到太后眼 早早地等着龙大人 便知道了 那家伙其实还在每天 给自己算一回 纯粹就是闲着没事干的 不爽地挖出了一株灵草 金飞奥咕咬着 太后眼肯定是算出来 龙大人在这里对他有好处 所以这么爽快的就跟他谈好了 哎 他们谈了什么呀 没让我进去啊 不知道谈了什么东西 不过倒是出来的很快 半个时针都没有就说完了 太后眼还说 让我们卖力一点补天 地盘要更多一些 华婉思讲道 什么意思啊 金飞奥哼了一声 什么也不干 还要求补天速度快 我连住在这里 那凶事都要求 带补天时回来了 还想怎么个快法 总不能在店里面收购吧 华婉思知道 他正在气头上 便笑道 反正十一亩是完全不够的 你加把劲吧 也不知道 福西族的演算会不会出错 要是出错 我就笑死人了 金飞奥把气撒在了 太后眼的身上 有一句没一句的诅咒着 赶快把这里弄完 太后眼说要给龙大人接风 所以在百味楼 请住在这里的所有的修饰句句 我们还要去提前准备才行啊 这可是百味楼第一次办这么大的宴会 华婉思不禁笑了起来 玩真的呀 金飞奥愣了一下 竟然还要请客 弄得这么正式 可是他还是便便嘴说 反正太后眼也不会出零食 最后还不是我请的客 花婉思眉吭声 只是笑 多少年都没有这种事了 一群人坐在一起玩玩这些修饰 应该也会觉得有意思 度天界的生活真的是有够寂寞的 每个人和坐牢似的 关在了小镜子里面 难得和人交流一下 修饰干活就是快 如果不是要小心的移走这些树木 金飞奥只用猛推一下 高大的树木就全被推倒 三两下把四周清理出来 龙大人的玲珑塔就被放在了地上 龙大人啊 你的玲珑塔真是漂亮 不像老大 玲珑龙还是以前在万仙水城买的便宜的货 住机器的修饰居住的呢 睡在里面 外面如果下雨都会漏水 真是苦不堪言 胖子站在了楼前 看着这层层叠叠的玲珑楼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心实意的 就是在那 呸唧呸唧的拍起了马屁来 金飞奥甩甩满手的泥 抬头白了他一眼 正想把胖子捉过来 殴打一顿解气 却马上被花纹丝拖走了 太好眼要请客 怎么可能让他们吃一年前 就做好的包子 得做新鲜的才行 抬头瞧了瞧天空 天早就黑透了 想到修饰不用睡觉完全不分昼夜 金飞奥突然觉得 这真是个不好的习惯 应该日落而息才是 两个时辰之后 太好眼在百味楼的宴会开始了 十三层添了几张桌子 除了有些修饰出去 不知道有这回事 其他只要住在剑天城的修饰都过来了 太好眼想让龙大人讲几句 龙大人却看向了太好眼 两人一阵的推辞最后还是由太好眼对大家讲了几句话 那话金飞奥听不懂 说得很玄 都是三四个字组成 听起来很像在念什么咒似的 不是天就是地 要不就是命 感觉不一会儿可能他就要帮人算命了 他一边喝茶 目光一边向四周扫过去 果然大部分人的表情都很严肃 八成都是听不懂 只不过都合体去了 怎么也得装作理解他的话才行 胖子 你听得懂 旁边的胖子一直在点头 不同那些修饰的严肃 他的表情很丰富 金飞奥不由的好奇的问道 胖子摇头说 刚吃了三泉丝的包子 有糖丝粘在了喉咙上 衡水都没冲下 太不舒服了 所以我一直在咽 想把它弄下去 老大呀 下次做三泉丝 你不要弄得那么粘的糖丝好不好 很容易粘在嘴中下不去的 干死你 这是我现在做的 自然要比平时那些放了几年的好吃 这样你也挑 下次就弄那些放了一年以上的给你吃 原来点头只是为了宴堂丝 金飞奥觉得自己真是傻了 刚才竟然以为胖子平时和修饰聊天聊多了 在修养上会提高不少 原来还是这副德行 想到这儿他便嘟囔道 这种也听不懂 也不知道你平时都和别人聊些什么 男人在一起还能聊什么呀 自然是女修士工坊和坐骑啊 胖子松松间讲道 一点也不觉得他这样的外形去和别人聊女人 是不是很不合适呢 这时太好演的话已经讲完了 听的是满头雾水的修士终于可以开吃了 茶楼自然不能全是茶 酒也是这里缺不了的东西 虽然不是什么顶级之品 今非要用药材或是花草果子魔兽胆泡出来的酒 还是可以打发这些修士的 大家推杯换盏喝的是好不热闹 总是一个人待久了不好 就算喜欢独自一人待着的人 不也是喜欢在人多的地方 然后找个角落静看众人傲吗 要是每个人都藏在角落里面 那喜欢独自一个人也会无聊的 没有人多何来独人呢 正喝得高兴啊 花夫人走了上来 在华婉思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华婉思便站起身来下楼去 金飞瑶没当回事 继续吃着早就吃腻的包子 突然花夫人走了上来 这回啊是直接来找她的 老大麻烦你下来一趟 花夫人也是随着胖子交谈 这老大二字从她的嘴里说出来 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适感 什么事啊 金飞瑶莫名其妙地跟着她下了楼 想着是不是包子或者是酒没有了 却被花夫人带出了百味楼 直接领到了隔壁的百物楼 一跨进店中就让她愣住了 百物楼中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十几名修士 他们全部围着花婉思 只在要求一件事 就是要租块地方住在这里 怎么生意一下子就变得如此好了 金飞瑶愣了一下 就看到了花婉思抬起手指着她讲道 这是我们的楼主 各位道友请稍安勿躁 一个个的来 哗的一下 那些修士便冲到了她的面前 耳边不断地讲起了各种的说话声 全是要求住进来 这个要三母 那个要十母 哎呀 吵得金飞瑶赶快跑进了柜台之中 躲在了傀儡背后大声的喊道 不要吵了 这里有两名大盛气的修士说了算 他们正在旁边摆位楼上 你们这么吵会把他们惹火的 被他这样一吼啊 场面才平静下来 本来只是想着这建天城太小了 想早点站到宽敞的地方 所以才想抢先一步 这要是因为声音大的得罪了大圣修士 被踢出建天城 嘿 就麻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